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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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覺得說低碳其實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生活行為 一個是生活環境 那生活行為是不是能夠低碳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非常盡快的因素 那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行為本身是低碳的 讓這個環境朝著這個方向走 低碳的行為 其實當然就是整個去營造一個社區的 一個空間的行為的模式 這是非常有名的 紐約的華盛頓廣場 到底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種街頭的表演或是自發性的 創作行為當然不是那麼稀奇 那只是說這樣的行為 其實是可以營造非常多好的範圍 讓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所以假如有一個好的這樣的環境 好的一個生活的行為的方式 尤其在都會裡面 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 發生這樣的事情 任何的假日或是我們可以不要跑那麼遠 那或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正而然社區的友善的關係也營造起來了 那種所謂的交通等等 其實問題都可以解決 這是我們從行為的模式來看 怎麼樣去營造一個低碳的生物環境 即使在一個廣場 實在廣場也可以發生這樣的行為 所以這個其實是 反省我們自己的獨立空間的環境 到底能不能夠支持 或是能不能夠鼓勵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是坦白講 我們現在忙著解決很多非常棘手的問題 其實貪犯的問題等等 政府大概不太有時間去想說 怎麼樣營造一個好的廣場 營造一個好的路口的空間 讓大家可以在這邊活動 可以就近的活動 不用跑到台北去 往那微秀去看電影 去那邊看街頭表演 當然這個就不在話下了 即使是一個簡單的戶外的區塊 也可以營造一個這樣的一個生活環境 那這種環境 其實我們 即使我在永和生活 並不缺乏這樣的空間 或許各位也聽過 永和有幾個很有名的 葡道街像中心街 畫家楊昌蘭 在那邊古居等等 所以怎麼樣去營造自我的空間環境 讓這樣的氛圍 這樣的一個感覺 能夠出來之後 對自己的社區的內居力 或是一種對社區的自民性也好 或是一個歸屬感 都能夠產生之後 那這樣就可以營造不同的 有關於社區的好的活動 這些好的活動 其實最後都會帶領出地震的環境 像這樣的一些學校的角落 一些穿堂 即使是街角 這些例子 我相信各位都不陌生 只是說我們怎麼去做 這個就切直到我們今天的一個主題 市民參與 它的市民參與之外 需要有一個好的規劃 這個就是不管是我們的專業者 或是政府單位去好好的去規劃 怎麼樣 投資有限的資源 在有機會的空間裡面 能夠對自己的環境 投入情感去開始經營 再藉著專業者 給予適當的指導 或是諮詢 把這樣的事情可以帶出來 我們的環境 坦白講 不缺潛力 即使在新建系的對岸 從台北市的邊緣 這種地方其實整理都還不錯 只可惜當然 因為新北市的資源比較少 對我們河岸的整理 雖然有做 像新內西沿岸也做得還不錯 但是比起台北市沿岸的整理 還是差一點 從整體的國事的觀點來看 這樣的好例子 其實當然是可以接近的 唯一就是說 有了好的環境之後 怎麼樣去引導一個好的活動 大家可以在這邊凝聚 產生一些行為 成為一個所謂的友善的城市 我是想舉一些反面的例子 提倡生活 我個人的想法是 但是需要做一些不同的思考 這思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建設不必然是務實 建設也可以是務虛 什麼叫務虛呢 務虛就是把一些東西拿掉 不該有的不要存在 或是不該增加的就不要去放 讓整個環境變得乾乾淨淨的 讓自然的環境 自然的空間更大 或許各位不知道 這個在哪裡 當然這個並無意義 指責任何的單位 指責說 做了這樣的東西之後 有沒有什麼樣的意義 像這種的東西 在好好的一個廣場 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呢 像這樣的一些所謂的美術柱 在新北市 其實蠻多的地方 就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是非常覺得說 不必要的東西就不要做 所以第一看生活 第一件事情 可能就把它拿掉 再舉兩個我們自己做的一些案子 這是一個小的三角公園 非常小小的一個公園 經過大家的努力 共同經營 當然也經過我們專業者參與規劃 小小的一個公園 大家一起規劃營造 去蓋氣磚等等 然後到後來去發展 一個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小朋友 都非常高興 雖然整個造價也不夠幾十萬 也許跟剛剛那個荷茂局副局長提到的 他們支持很多這樣的小的營建行為 但是這個營建行為的成效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再歡迎直接談一下 如果能夠把這些學校 都能夠穿接起來 因為學校其實有蠻多的綠地 蠻多好的低碳的資源 可惜就是說大家 如果大家自我封閉 圍起來之後 你看不到我 我也看不到你 裡面再好的環境 也沒幫我們分享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 在推動的就是 怎麼樣讓這些學校的圍籬 能夠開放 開放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分享 我只是舉一個 我自己做過的三峽小學的例子 如果能夠稍微放開一點 大家能夠分享 這是我們學校在外面的回廊 大家可以共用的區塊 旁邊有一些生態詞 從外面的馬路可以看到大草皮 也可以在回廊上面遊蕩 所以這樣子的環境空間 是我們覺得說 是可以促進一個低碳環境 其實重點就是 實在是說 我們一直希望鼓勵政府 或是學校當局 能夠把這個校園放開來 讓大家能夠共享 OK 辛苦了 謝謝 好 非常感謝 其實都可以互相的促成一個 更友善的這樣的一種 所謂的低碳的生活的空間 所以我想我們下一個階段 當然還是很希望說 我們的公民行動 在這裡面可以有更多的創意 跟給市民更多友善的空間